嗨,欢迎来到大波奇,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请单击subscribe订阅吧,并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,最后,请给一个like,谢谢,您的支持是大波奇的动力源泉。 今年三月底,小派在微博上官宣儿子向左成功求婚郭碧婷,两个人已经顺利定婚,至于婚礼什么的,当时是越快越好,毕竟是还有,想派这位CP粉头的督促。 订婚之后,这对小情侣更是一同前往日本游玩,在休息放松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郭碧婷和向左又前往尼泊尔做公益,刚刚,有媒体曝光了向左与郭碧婷做公益的照片,小两口一边玩一边热心公益,简直不要太优秀。 照片中,向左和郭碧婷都穿着轻便舒适的衣服,郭碧婷更是素颜上阵,简单大方,两个人拍照时一直站在一起,在过木头桥的时候,桥下就是湍急的江水,担心郭碧婷安全的,向左更是紧紧抓住郭碧婷的手。 小举动超有男友力,两个人还一起拍了合照,从照片看,屋子十分简陋,除了一张床连桌子都没有,吃的喝的只能放在床上,窗户也是木头做的,墙皮也有一点掉皮,但是两个人在这么简陋的环境下还是甜蜜依偎在一起,对着镜头甜笑,简直不要太幸福,向左和郭碧婷此次前往尼泊尔偏远山区做一钩,陪当地的孩子, 一起做游戏,不过看上去,向左好像又黑了许多,站在郭碧婷的旁边,两个人就是黑白配,郭碧婷就算穿着运动装,戴着帽子颜值也是超漂亮,两个人订婚之后,一直成双成对露面,幸福感都要一出屏幕了,不知道想两口什么时候准备筹备一下自己的婚礼,看到向左抱着小宝宝的姿势,这是要提前准备一下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您的欣赏 如果您喜欢请订阅吧 不要忘记单击小铃铛 这样您会及时收到大波及的更新 谢谢